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玉满堂 莫知能守 富贵而教 自宜其旧 功成身退 天之道严 这里头有两个容易读错 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对自己的己和以经的意义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 这应该是乘客 我们肯定知道 惩罚扣诀 你听说过惩罚扣诀吗 没有 但你一上公交车 各位乘客 往后边走 搞得考试的时候老扣分 对吧 没有乘客 只有乘客 但是社会中就会出现很奇怪的读音 然后有些东西错多了之后已经纠正不过来 比如说像唠叨 我妈妈很唠叨 其实这个词都唠叨 对吧 然后还有咎由自取 不读咎由自取 那更可怕的词是像什么 糖醋离己 对吧 这个字读己 己良的己嘛 第三声 但是弄点牛肉 对吧 颜色也很好看 然后种在地里也非常好看 这东西叫芥兰 我后来一查字典 这个是个多音字 芥末的时候读芥 但是在这个地方读钙 所以这种植物叫钙兰 但是你要胆敢去餐厅点一盘钙兰 我估计它保证说没有 是吧 没听说过 芥兰有 所以像这种已经无法纠正了 就是最好现在汉语词典就修改一下 就是既然大家都错了 咱们就将错就错 就借拦算了 对吧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考试 它不就是揪那些容易读错的吗 说远了啊 旧由自取 记住了 自宜其旧 然后这一张真的纯鸡汤啊 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座右鸣 贴在桌角或者挂在书房 第一个 持而迎之 不如其已 我们一般解释就是 如果你就是搞得特别满 自满的话 那么不如停止 但是有一种说法说 你看要踹而锐之 后面是说的是敲一个坚硬的东西 它是个比喻 所以有人翻译把这个池啊 是说拿着一个大盆 拿着一个大的容器 什么叫银纸呢 就装得特别满 比如说你家搞了一个特别大的桶 把它装得特别满 那你拿不回去 水也容易溢出来 所以不如其已也停止 就这种事不要去做 不要把水装得太满 谦虚一点 这是个比喻的说法吧 第二句是 揣而锐之 揣就是锤鸡 用锤子敲 叫揣 揣而锐之呢 锐 使什么什么尖锐 就比如说一个东西吧 你把它敲得特别尖 这个尖的东西你每天用 很快就不剪了 就变钝了 这样菜刀你磨过的时候很快 你切完一段时间它就不快了 因为那个锋利的东西容易折断 那个刀口也容易卷起来在切东西的时候 所以说揣而锐之 你把一个东西变得太尖锐 不可长保 那这当然是个比喻 是说一个人啊 锐气太过 什么叫锐气太过啊 太想进步 今天一定要怎么样 明天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比别人强 这容易早死 对吧 不可长保 举一个例子吧 我以前看那个刘文典的时候 最喜欢刘文典 上课抽着一根烟 是吧 然后讲课就是抽着烟讲课 我当然不可以 是吧 北京市有规定不可以抽烟 然后呢抽着烟讲课 如果他这个讲课停止了 那说明烟没了 就会有学生跑上来给他点着这个烟 然后他说 同学你也抽 烦抽烟的做前排 不抽烟给我做后排 然后讲课就这个样子 然后他讲《红楼梦》的时候经常是讲到什么程度啊 因为太火了 就是原来在教室里 教室里一看 坐不下 人太多了 旁听的 改成阶梯教室 改成阶梯教室 人太多 挤不进气 那怎么办呢 改到比如说操场上 大街上 然后他在那抽着烟讲 然后讲四五个小时 前方的这个烟啊 像山一样这个烟头 刘文典同学 而这个刘文典当年就锐气特别特别的明显 他就是老攻击人嘛 比如说传说中他攻击过沈从文 沈从文只会写小说说 然后他要晋升教授 让这些老教授们表决一下 他说既然让我发表意见 我肯定是不同意啊 一点面子都没有 然后他还说个比喻 当然这可能是假的 他说来说 陈一确 国学大师 他应该四百块钱一个月工资 像我 像我点这种人啊 应该四十一个月 意思是我是陈先生的十分之一水平 朱自清啊 写着背影的这个 应该一个月拿四块钱 但是沈从文 我不会给他四毛钱一个月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朱自清大概水平是我的十分之一 沈从文应该在我的百分之一以下水平 就这么样 对吧 听说他在新南联大的时候 什么要跑那个 跑那个飞机的轰炸 对吧 然后这个沈从文大概是参军的 就跑得特别快 很瘦 跑得特别快 他自己呢 因为还抽鸦片身体不好 跑得很慢 对吧 一下就被沈从文超过了 对吧 然后他说给我站住 你是谁 我沈从文怎么了 对吧 然后你 这啊 陈一确先生跑 那是为了保存国粹 对吧 我跑是因为我讲庄子 讲红楼梦 对吧 你什么都不会 你跑啥 然后沈从文只能停下来 让他先跑 对吧 听说他是这么有锐气的 但是我其实当然也不知道 这种事也有可能是真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年的北大就有这个气氛 什么气氛呢 互相攻击 他就是被别人骂过的 就比如说你是北大教授 你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了 在路上走 就会有一个人拦住你 先生 你说一下您叫什么名字 你看对方很友好 然后你一答就上刀了 对吧 让他说我是刘文典 先生您教哪一科 他说我教汉卫六朝文学 人家一看你已经彻底上钩了 说汉卫六朝文学 你有何著作 这个领域我都教不了 你凭什么能教 出示证据 你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瞎讲来着 脸全黄 在公开场合 而且一个老师在骂另一个老师 你说是不是很多学生围过来看 你要当场战败 不能够用实力回击 回击说你等着 我现在回家拿我专注 操场上再就赢了 对吧 你说我拿不出来 但是我讲得很好 你们有证据 有什么用 就被当场侮辱了 听说侮辱他的人是顾鸿鸣 那个精通八九门外语的那个家伙 对吧 叫侮辱他 然后他写信向胡适抱怨 他说我虽然是一个北大的教授 但是如果别的地方有饭可带 就有饭可吃 我就会把北大教授弃之如必喜 怎么特别生气 他说北大评教授有四个标准 前三个标准我都不错 但是每次为什么我是最后一等 所以前授无所谓 这个面子上丢人呢 别人骂我 所以在北大你知道 那个时候的北大教授水平高高在哪 就是骗骗外行很容易 我是北大教授 一说他就说 你太厉害了 先表扬 是吧 同行之眼不会互相拆台 说客套话 在那个时候不说客套话 而且在课堂上 像刘文典上课 比如说一个小时 三十分钟上课 装子红了吗 三十分钟就议论北大 谁傻 谁比较聪明 谁比较厉害 半个小时脏皮人物 那你说学生都听说了 你如果在北大拿不出点成果 你上得下去吗 你一上课 有一半个班的同学说 上一个老师说你很弱 上不下去了 所以特别能够促进他们的锐气和研究 后来这个刘文典被侮辱之后 就待在北京的白云观 校对装子 一定要拿出一个特别牛的作品 还有淮南子 得住了一年多 后来就严重神经衰弱 他说了说为了校对 一字之为征集万卷 就是一个字的差别 去看书 看一万卷书去找出来 那个版本差别 所以这个书写出来之后就牛了 对吧 陈英雀一看 大先生一看 在序言里写上第一句话 先生之书 天下之至甚者言 就是你写的书是全天下最谨慎的书 这句话摆在学术地位就立足了 从此就可以抽烟讲课 刘文典就这样 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吧 所以是很有锐气的 他儿子也非常厉害 喜欢数学 他儿子非常有趣 他爸爸搞这个古文 他儿子喜欢数学 只要是难题 通宵打蛋演练 演练到什么程度 刷题 而至于吐血 身体严重出现了问题 然后去康复一段时间 老师说不能这样做题了 他就做题减少之后 身体康复得很快 后来他妈妈身体不好了 这儿子特别孝顺 白天刷题 然后晚上伺候妈妈 伺候完妈妈睡着了再刷题 然后旧病复发 十几岁就死了 所以做题 而做死的人 是刘文典 他宝贝儿子 所以这个家特别厉害 但是其实也说明了一个 是什么 揣而睿之 太有锐气了 他不可以长保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吧 当然这个算是激励你们不要学习 对不起 这个不是特别符合正能量 对吧 我讲一首诅咒诗吧 以前我看到101高中考过一首叫蜗牛的诗 当时学生中招很多 为啥一看到蜗牛 我们就很崇拜 对吧 有一句挺有趣的格言 说能够飞到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 一种是雄鹰 卡飞上去了 第二种是蜗牛 他慢慢爬到金字塔顶端 当然这个听着就不靠谱 为什么 他爬上去肯定晒死了 金字塔 他爬上去干啥 又没有食物 然后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蜗牛就评价很高 认为他激励我们 要有蜗牛的精神 然后苏氏老爷子就写了一首蜗牛 四句诗 第一句说 心弦不满壳 就是它里头有粘液 但这个壳都装不完 就是有一点点粘液 心弦不满壳 了足以自如 就是把自己沾湿湿润一下 差不多 就这点粘液 身高不知回 永远在攀登 永远不后退 不知回 静坐沾壁窟 后来沾在上面死了 当然我们中国的学生会说 他虽然能力不够 但是他一直努力攀登 最后死了 他也不后悔 是吧 很伟大 其实这首诗 我估计在诅咒王安石这种人 说你们这帮人又没啥能力 心弦不满可 就是能自如而异 对吧 你们还不停地往上爬 一定要这个位置升上去升上去 你们死在上面 知不知道 所以这首诗吧 我感觉不像是什么正经的诗歌 像诅咒诗 对吧 诅咒证敌的 这是苏诗的诗 当然你去看看老子说的 这个 揣而睿之 不可长保 所以学习要谨慎 下一句说的是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吧 这个也比较简单 你们家有很多钱 其实很难守得住 为啥很难守得住呢 就用一句话说 你们家既然金玉满堂 一定会剩非常多的败家子 对吧 你们家很多钱 出败家子的比例就非常高 只要出个几个有雄心壮志的败家子 是吧 很快把你家都败完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 富不过三代 所以一个家族富过五代 其实很不容易了 富过两代没啥问题 比如爸爸是白手起家的 他有很多道德非常好 对儿子是有直接影响的 所以这个儿子一般很好 然后这儿子很好之后 第三代一般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他爸爸是从小就是富贵窝里长大 他没有看到爸爸的奴隶 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孙子这一辈就出问题了 富不过三代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鸡汤认知 这也是我说的道德上没有问题 但是认知上有问题 我看一个历史学家叫何炳蒂 我看过他的传记 他说中国家族富不过三代的主要原因 不是出了败家子 而是出了有雄心壮志的人 他进行了统计 从什么宋代一直统计下来 发现大家族衰落的主要原因是 有一天这个孩子道德非常高尚 突然变得淡泊名利 他不再对官场和你道德认知 他先去统计 对吧 一统计家族 发现是这个规律 我看了之后也冷汗直冒 因为我家也有一点点书 对吧 是这样一个一个问题啊 尤其想一想吧 皆欲满堂墨之能守啊 就没有人能守得住 下一句 富贵而交 自宜其旧 老子认为富贵没问题 富贵了很骄傲有问题 富当然是有钱 贵是地位 所以富和贵是两个概念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 他当然是忘年交这种年龄很大 然后他吃饭的时候 经常给儿子们讲一句话 说我们家很富了 但是不贵 他认为贵有两个 第一个应该有政治地位 第二个应该是 内在的修养也很好 才是贵族 所以他说我们家很富 但是不贵 你想想富贵的区别 他说你们家又富有钱 同时地位非常高 但是非常骄傲 非常傲慢 不谦卑 自宜其旧 这是自己留给自己灾祸 就灾祸 这个应该不用举例子吧 很清楚 最后一句话 功成身退 天之道也 什么叫功成身退呢 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 比如说我是一个创业者 比如说我是一个董事长 然后到一定年龄之后呢 觉得自己创造的业有限了 就隐退了 像比尔盖茨不是隐退了吗 马云也隐退了 云敏红也隐退了 这些超级富豪都隐退了 这种叫功成身退 但是我看陈古英的注解 他说不是 功成身退不能这么理解 而不是说你见到什么程度就要退了 不是 原文我读一下啊 陈古英说 身退并不是隐身而去 更不是隐匿行迹 不是藏起来隐居去了 身退是脸藏不发露 老子要人在完成工业之后 不把持 不具有 不露锋芒 不多多逼人 可见老子所说的身退 并不是要人做隐士 只是要人不膨胀自我 老子哲学 丝毫没有 顿势思想 所以功成身退 不是说我成了富豪之后 我一定要隐居了 过朴素日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你 你富裕了之后 能够非常低调 这样你才能驾驭这个财富 我在生活中 见过两个例子 在北京 我自己不富裕 但是接触过很多超级富裕的家庭 记得有一个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为保姆没有带来 他来上学是司机送来 保姆陪伴 这个保姆没给他拿他要的那根笔 就是他要三种颜色笔 但是只带了两种 他就非常生气 说你干什么 就是那个一个五年级的小孩 在迅一个头发 有点白了的五十多岁的保姆 就是我把他拉到一边 但是我也没狠狠说 我觉得这个教育还轮不到我 主要还是应该他爸妈 因为我只见了这一回 他爸妈是天天能见 所以不是我的责任 但是我跟他说了 你不能这样 然后给他讲了一下道理 听没听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他保姆没出现了 这是一个例子 这家里是很富裕的 我还见过一个例子 就是我说有一个孩子请我吃煎饼 那个时候北京的煎饼还只需要两块五三块 两个两块五一个三块 那现在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然后这个孩子呢 我也不说他是谁 他爸爸是央视的吧 就是名下有好几家影视公司 然后像什么大宅门 什么汉武大帝 都是他们家影视公司搞的 特别特别有影响力可以说是 然后呢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有过几年的师生员吧 后来他出国了 这孩子为什么请我吃煎饼呢 他说我洗了一个月的碗 积攒了45块钱 这巨子对吧 你想这样一个家庭 家里有保姆 平时跟阿姨吃饭 但是都是自己先盛饭 给阿姨先吃 自己还洗碗呢 那学习很压力很大 那初衷 他还洗碗 然后这个奖励 一个月洗碗才45块钱 请张老师只能吃煎饼 还买个饮料给我 我很感动 但这个就说明这个修养实在太好了 所以富豪阶层对孩子的教育 就是两极分化 但是我感觉好的越来越多 相反那些比如说中产阶级或者贫困的 这孩子蛮横不知理 很多 但是富豪的孩子有的时候很好 所以老子不反对成为富豪 反对的是成为富豪之后 是个土豪的吧 就各种不好的习惯 这是他认为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历史中不管这些东西啊 历史中比较推崇的工程身退 还真是有点政治上的一种行为啊 所以非常推崇一个人 范里 我们知道那个卧薪尝诞的故事吧 其实那个勾建有一个谋臣是吧 叫范里 那么范里这个故事呢 还挺有趣的 为大家分享一下范里的故事啊 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文仲啊 这个文仲后来比较悲惨 文仲呢 去求贤的吧 然后听说有有一个牛人啊 叫范里 我们要见一见 然后拍那个小丽先提前调查一下 小丽调查完回来说 这范里啊 有疯病 就说话疯言疯语 不是什么正常人 然后文仲就笑了 他说 吴文是有贤俊之姿 必有阳狂之姬 内怀独剑之名 外有不知之悔 啥意思呢 他说只要他是俊杰 是人才 一定看起来风风电电 有几分疯病 有几分痴病 如果这个人啊 认知跟别人不一样 认知比别人高 一定被别人非议 一定有人说他差 你们搞不清楚了 这才是人才呢 回来见他 然后那天范里听说 那个文仲要来见他 就问自己的哥哥嫂嫂 借衣服 我没有好看的衣服 借我一套 我要见贵客 他知道他要出山了 穿上这个好衣服 俩人一聊 对吧 旁边的人都很羡慕 跟这个大臣聊上了 那很快就平步清云了 成了勾建身边的谋臣 当然最后结局 大家就看到了 卧薪长短成功了 把这个吴王夫差给干下去了 对吧 这是春秋的最后一个霸主 也没有了 那么勾建灭无成功之后 原来勾建是许过很多很多的愿望 你要知道一个人 在创业的过程中 总要画一个饼吧 所以呢 这个勾建也画了一个饼 说咱们成功之后 要与子分国 就这国家在共享 这承诺过 然后这个范里呢 微微一笑是吧 没往心里去 然后跟那个文仲写信 告诉他说什么呀 飞鸟进凉工藏 脚吐死走狗烹 这个月网看起来啊 这脖子很长 嘴巴往外 突出 这一看不是什么好人 可顾患难 不可顾富贵 我还是走吧 然后他就走了 成了大商人 对吧 你说见过这种事情的人 做生意也很厉害 所以他被称为中国的商圣 做生意的圣人 这是范里 非常厉害 那文仲还呆着 呆着之后呢 勾建对他越来越猜忌 然后呢 文仲也抱怨 有的时候就说我身体不好 有的时候估计是借口 有的时候是真身体不好 但是不管你借口 还是真身体不好 仍然认为你都是装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呢 文仲被刺死 自杀身亡 然后你想一下 这个功成身退 就以后伺候这个军王 其实真不容易 是吧 真不容易 所以说古代也有这种 即时抽身而退 就像张良那种人 而且呢 你越退 军王越能承认你 就像张良说的 我不要封什么 我没有什么功劳 我身体也不好 我就准备去隐居 做道士去了 然后我们这个汉高族 封了他刘县嘛 所以他叫刘侯张良 刘是个地方 就是你既然要在这里 炼丹是吧 那你就在这个县炼丹嘛 我把刘给你 所以叫刘侯张良 他也是退的 如果他不退 可能会出现问题 是吧 当然像那个 包括像萧和 为了保住自己性命 那真的是非常的感慨 有时间我给大家再讲 好吧 最后推荐大家看一个电视剧 是吧 这电视剧 雍正王朝 我看过大汉的故事 是吧 米约的故事 康熙的故事 还有什么乾隆的故事 我觉得数这雍正的这个最有功底 最有味道 那政治斗争真的是太好了 里头有个谋士 吴先生 他辅佐四爷成了雍正皇帝 然后雍正有一天找他商量 说吴先生 我应该给你一个什么职位呢 然后吴先生再说 我不适合担任任何职位 为啥呢 第一个 我出很多阴谋 不是能见光的 第二个 我是个行语之人 我是个残疾人 如果让我当大官 对我们朝廷的形象也不好 我适合 什么 在背后出谋划策 然后这吴先生知道了 雍正对他不放心 动得所有机密的人 万一跟哪个政治势力勾结 很危险的这个人 他说 我准备扮演 他这个皇帝说 什么叫扮演呢 他说 一 我要隐居 但是又不彻底隐居 你要找我 你随时能找我 我辅佐你手下一个 你最信任的 大臣 我待在他旁边 跟他出点小主意 国家那时候我就不参与 那但是我要钱 是吧 我要有点丰富养活我自己 其实目的是什么呀 一 说明我没志向了 我不会给别人出谋划策的 第二 你身边的人还可以监视我呢 你放心 你随叫随到 这叫扮演 隐居起来也危险 当大官也危险 就这扮演 这叫自权之术 然后我附上这一段电视剧 你们好好品味一下 这吴先生的才华 吴先生 我们绍兴人 绍兴师爷 很可怕的一种人类 你们看一看 好 这一段看完咱就结束 好 同学们 我们接着讲道德经的第十三章 这一章呢 先说一下 他讲不清楚 为啥讲不清楚呢 很多注视家都认为 本章逻辑不清 怀疑啊 有拖误 可能哪个主简掉了 然后呢 主简掉了之后呢 就导致文本不通了 然后文本不通之后 这些注视家啊 强行解释 但是怎么读 他还是有问题的 像老子这种章节还蛮多的 我提前声明这一章 你们要钻研 可以很无穷的钻研 他比较复杂 那么咱们这个属于入门级的讲解 不可能说把这个学术界的各种争议都放在这里 要不你们立即就瘫痪了 是吧 所以我们讲一讲 一个注视家的意见就完了 那这个注视家也算是一种推广 对吧 这个人叫高亨 高亨写过两本老子的书 然后呢 他也算是跟我很有缘的一个人 为什么很有缘呢 因为我们学术上有个词啊 叫私书 私人的私 书女的书 叫私书 私书是孟子先说的这个词 啥意思呢 就是我没有学过 但是我读过他的书 他的书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行为叫私书 我自己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啊 我张老师站在这个讲台上 我自己总结来来说 从小学一直到我大学结束 我遇到过很多的老师 没遇到过名识 啥意思呢 在我现在的知识版图里 理科不算 就算文科呢 应该没有 基本上没有贡献 也就是我的所有学问 基本上都是自学而来 也路子来 这是我自己的学问 最大的命门 也是最大的优点 优点就是 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我会辛苦的去钻研 缺点就是 没有受过严格的 正统的学术训练 所以难成大师是吧 真的 我从小学开始一直上来 基本上语文老师都没上文化 自己也不太读书 最多读几本散文 读几个小说 这也算是语文老师 我高中老师还不错 思想比较开放 也就是能包容不同的意见 能包容一些异端的行为 但是他也不属于读书很多 教书价 很正常 一直到大学 我见到了很多 我自己感觉 至少在课上 没展现出他应有的水平 遇到过名师 但这个课堂变成了念讲义 我们变成了抄笔记 我最恨这样的课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有大师 但是没教出来 因为他教的不是他研究的东西 他教的是一个普通的课本 再有研究也教不出来了 就是那种尴尬的情况 所以思书这个词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的 就是你会遇到很多正统的老师 可能未必能满足你的学习要求 这个时候思书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偷学 从那些大学者那里 学人格 做学问的技术 是吧 这些东西 高亨就说一下他的师诚 你们就知道他很了不起了 不要说古文方面有什么研究 先前大神级的人物 他老师是大神的大神 他的两个老师是王国卫和梁启超 清华四大导师 四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高亨的老师 就是手把手带着的 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成才呢 是吧 这不成才丢人 这个人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呢 跟张老师最大的联系 倒不是因为老子啊 老子我现在受高亨影响 还是不是太大 是这个书我已经带来了 这个书啊 这个书真是我们当年读的书啊 已经封面都没了 两个封面都没了 周易大转金柱 我学周易的第一本书 入门的书 这个书读了 我才知道原来周易这么简单 我现在认为把周易读懂 初一到初二水平足以 也就是十二到十三岁 绝对能把周易读懂 我现在就在给初二的小朋友们 上这周易呢 如果高中学习就毫无压力 而他至少比孟子压力要小得多 所以你不要觉得这很神秘 其实这个相对容易 而且他是开创者 什么开创者呢 周易里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算命那些内容 叫经 一个部分是儒家对这个部分的解释 有十个解释 所以叫十一 我们所谓的周易 有可能指前面的经 算命的那个部分 也有可能是包含所有的 包括儒家的解释 我们一般都是完全认为 儒家解释是对的 所以我们对那个算命的内容 也这么理解 但是高亨开创了一个先例 他认为算命就是算命 儒家学说就是儒家学说 我用算命的东西来解释算命 我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儒家 就是把经和传割裂开了 然后我一看 这个经也太可爱了 古人这个思维实在搞笑 所以我完全不觉得它很难了 不像儒家一搞 我后来读了几本周易的书之后 买了一本书叫周易相数学 那个书 我一夜没读懂 结合恐怖的文言文数学 来算周易 都不知道它有什么意思 更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途 反正完全看不懂 还搁在书架上 叫周易相数学 你们想折磨自己 可以买来看一看 所以高亨我现在说 他非常厉害 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 引我周易入门 生活中没有老师给我上过周易 但是我还是有点懂周易 原因就是高亨老师在教我 这叫私书 而讲完了这个 我们用这一章 也就《道德经》的第13章 向高亨先生致敬 好吧 然后他的奇葩思维要开始了 这个人太怪异了 与其说他解决了很多学术问题 不如说他带来了更多的学术问题 啥意思 他老就觉得这读不通 我认为这不对 这个字拼到这才合适 这个字写错 应该改成那个字 证据的没有 是吧 我自己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他以前还有很多甲骨等等知识 他说这两个字在甲骨中长得很像 所以很可能超错了 但是历史中所有版本都不是这么说 是他自己一个人想出来 所以生生的造了一个版本 所以他给学术界带来是什么 是新鲜的东西 同时带来了各种问题 要对付各种版本之外 还得对付高亨 现在学术非常痛苦 那么他认为这一章太不通了 他改了 怎么改呢 我读一下他改过的版本 崇辱若惊 高亨说能解释清楚再不改了 下一句完全不是人话 贵大患若深 这是人话吗 贵大患 贵就是尊重 崇敬 大患大的灾祸 我们要崇敬大的灾祸 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这是人话吗 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要崇拜我们的大的祸患 这都不是人话 所以他说这肯定写错了 我认为应该这么读 大患有深 这个贵是个眼文 删除 若写错了 改成有 甲骨文中若和有 有点相似 好 这句话变成了 崇辱若惊 大患有深 痛不痛顺 很痛顺 不符合老子意见 不知道 下一句 何谓崇辱若惊呢 崇为下 高亨说 这这这 完全讲不通 崇是什么 是荣耀 荣耀是下等的东西 这是人话吗 荣耀高高在上好不好 所以这里头 肯定又掉了好几个字 我认为应该补上三个字 改成这么一句话 崇为上 辱为下 这个意思完全变了 崇为上 辱为下 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是为崇辱若惊 同顺吧 下一句 何谓贵大患若深 他不是人话 改 何谓大患有深 无所以有大患者 为无有深 及无无深 无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 若何托天下 经他改过之后 读起来都顺了 反正这是高亨先生 一家之言 但是其实 我感觉本质意见 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 这一章里头 总共有三个问题 我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解决 第一个问题 如何面对宠辱 什么叫宠呢 我们古代是不是受了君王的恩宠 我是宠臣 所以宠指的是荣耀 升官发财 叫宠 辱呢 屈辱 受了奇耻达辱 然后这里头很有意思的就是 从宠辱若惊里 得出了一个现代成语 叫宠辱不惊 然后你们感觉一下宠辱若惊和宠辱不惊的区别 先说我们现代文宠辱不惊 宠辱不惊就是我们范仲淹说的宠辱邪望 就是荣耀 怎么样呢 我很平静 一点都不吃惊 内心没有波澜 人家说张老师升任国务员总理 张老师说 一点都不吃惊 也一点都不惊喜 他说张老师你不能再上课了啊 你给我滚回老家去 我一点都不难受 这叫宠辱不惊 就是升官不高兴 贬官不难受 宠辱不惊 非常淡薄 是吧 有点舒适那个感觉 非常豁大 但是宠辱若惊很搞笑 若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宠辱若惊啥意思呢 受了宠 我非常吃惊 受了乳 我也很吃惊 他不是不吃惊 相反都很吃惊 简单来说 我觉得现实中也是可以举例子啊 比如说 有些家长表扬我 说你上课实在太好了 是我见过所有语文老师里最牛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你说他说的是不是要故意拍我满屁 也不是 他也真心 他可能就这么想的 或者在他所有的语文老师中 我可能还是老大 是吧 但是我听了之后要怎么想呢 我不可能又这么好 所以我非常吃惊 你说我这么好 不是 我又没那么好 非常吃惊 有个老师说 你就是个傻叉 我结果最可 我把学生的三观教得不正 这个时候呢 我很吃惊 我没有这么坏 我还是想把学生教好了 没想毁了你们家孩子前途 是吧 我很吃惊 所以你想一想啊 宠辱若惊有表达效果呢 还是宠辱不惊有表达效果呢 你想一想 挺逗 但意思其实都一样 就是面对好呢 我不高兴 面对差的 我不要太难受 能够心境平和 是吧 内心是内心 外在的变化是外在的变化 不宜无喜不宜己悲 但是这个表达效果 我感觉这个宠辱若惊 怎么觉得这么逗 对吧 我还是觉得宠辱若惊比较好 这是他第一场 我们跳过去啊 像说宠为上 这很好翻译了 这个荣耀高高在上 耻辱在卑下的地位 是吧 一高一下 得之若惊 就是你得到了宠 这个知肯定是宠吧 得到了荣耀 我一样的吃惊 失之若惊 我失去了荣耀 我也非常吃惊 得到了乳 得到了屈辱 我一样吃惊 觉得他跟我没有关系 是吧 这叫宠辱若惊 这是他里头讲的第一层意思 就是如何面对宠辱 然后这个故事倒是我觉得还挺多的 我觉得还挺多的 比如说我喜欢听郭德纲的相声 那我问你了 郭德纲什么时候讲相声讲的最好 有三种境界的时候 第一种就是寓意不得志的时候 第二种从不得志到得志的过程中 第三是完全得志之后 这是ABC三个阶段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人发展 比如说原来他是一个草根 没人尊重 是吧 听蒋相声 可能只有他们十个人表演 俩人听 就这么悲惨 岳云鹏参加的时候 听说就俩人 是吧 岳云鹏当年是服务员 然后想学相声 是吧 服务员干不下去了 一千多块钱工资一个月 然后郭德纲说 那赶紧跟我学吧 他说我也不强求说你一定要学 你先来看看 你觉得这能接受 就跟我们学 不能接受 你就走人 你也不会再联系我 是吧 听你随意来往 然后这个岳云鹏就去了 去了一看 好吗 一个观众在他 后台十几个人在这表演 对吧 他就想了 我比郭德纲挣得多 我一个月还有一千多块钱 郭德纲一个月一千多都挣不到 那是一个阶段 屈辱阶段 然后是上升阶段 然后是在发迹阶段 ABC三个阶段 其实不用说了 一个阶段肯定是最差的 就是C阶段 你告诉郭德纲那么多段子 什么时候创造的 绝对不是C阶段创造的 是B阶段和A阶段创造的 A积累 B发挥出来了 真的有舞台可以发挥了 C阶段 强辱之末 对他来说 现在要干什么呢 培养自己的弟子 是吧 要搞很多主持电影 各种事 接受采访 一举动 都是好多记者跟着 这个时候怎么创作 他怎么安心去写 不可能 对于说他几百好人要管理 肯定不行 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当老师也是 什么时候老师教的最好 要么没有成名之前 要么在成名过程中 已然有大名 一直挂在 比如说央视也请 特别大名 放心 这老师已经教不了课了 他已经是一尊商业的傀儡了 那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 当然我自己想一下 我自己处在什么阶段 我应该 我自己评价主要还是A 对吧 当然如果有很多人承认 可能往B的上发展 我肯定不是C的阶段 所以我每天还是很努力 没有人采访我 是吧 我很平静 隐居状态 就这个样子 好 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我想说一下一个故事 这个人是谁呢 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高手 白亚讲坛请过来 跟那个高亨有一品 与其说他解决了很多红楼梦问题 不是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当年白亚讲坛停播了 因为抗议 就是那些老传统的人 认为他这个讲 这是带坏了年轻人 不让他讲下去 后来虽然完全播出 中介删了好多记忆 刘新武同学 他还用十年时间重续红楼梦了 他认为现在高恶续的 那什么玩意儿 他觉得他自己续的更好 重续了 然后他获得了矛盾文学奖 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吧 中国人获得矛盾文学奖 获奖之后 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他妈妈当时住在成都 跟他哥哥住 还是他弟弟住 反正是住在他兄弟家 在成都 然后他写信 就告诉那妈妈 我获得矛盾文学奖了 那你们想一下 有朝一日 你获得了这么一个大奖 比如说国家科学技术奖 或者矛盾文学奖 或者诺贝尔文学奖 你会怎么样 你妈妈会怎么样 你妈妈说 妈妈为你骄傲 晒朋友圈 是吧 肯定是这个样子 身边的人来采访 然后还有一种 孩子你不要骄傲 你仅仅是诺贝尔奖 对吧 你可以再努力一些 是不是 反正就两种模式 一不要骄傲 第二 我很为你骄傲 或者两种都说 我为你骄傲 但是你不要 不是 我为你骄傲 但是你自己不要骄傲 是吧 但是刘新武的妈妈是这样 单独给他写了封信 寄给儿子 心里压根没提 矛盾文学奖的事 庆祝没有 不要骄傲的话 没有 没说 说你别忘了 如下这几件家务事 比如说衣服 你别忘了洗 这个第一拖一拖 是吧 叮嘱的是家里的家务事 他说这几件家务事 往往是一个人 成名之后容易忘记的 他没说具体什么事 我估计可能是不要忘了朋友 或者秦庆 什么什么人 或者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妈妈 你感觉一下 她能交出流心 所以妈妈有胸怀 对吧 什么叫宠辱不敬 就是我面对巨大的成就 我能安置若素 不是说我内心克制自己 不要高兴 因为你克制说明你还是高兴 我心里觉得没有这个事 没有发生一样 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经历而已 你去想他干什么 既不要庆祝 也不要说不庆祝 就没关系 你做好家务事就完了 那片本就叫神圣的沉静 我经常给学生讲 所以我觉得流心物了不起 妈妈了不起 那再说一个例子 就是墨延 获得诺贝奖 我心中的版本是这样的 墨延获得诺贝奖 首先墨延的老家 会变成一个纪念馆一样的地方 圈起了收费 然后墨延故居 搞很多很多的陈列的东西 他们家的红高粱 将会成为重点景观 当地经济要靠这个的 墨延本人要经常演讲 接受采访 来畅谈对中国文学的希望 研究的人专门写论文 国家领导经常接见他 但是你看到了没 还有还有一个 应该他的书被拍成 各种电视剧和电影 然后进中学的教材 然后做文集出墨延 但是你看见什么了 第一 墨延的确有一些书 或者拍成了电视剧 但是就是很少 他很多就不适合拍电视 拍出来的都是课文 课文里 我们的教育部推荐的书单里 没有墨延 墨延什么时候 在公开场合演讲了 接受了几个采访 也就是去了一下 马尔克斯的故乡 随着领袖去了一下 很低调的 他还说过一句话 说原来我写文章很快 现在把我一个礼拜 写不了500字 因为我害怕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盯着我 所以我实际是恐惧状态 假如没有身体 没有了祸患 你担心死亡吗 你这家躯体是有寿命的 这个发动机有一天是会停止的 现在永远不停止 你不害怕吧 你害怕长胖吗 不害怕 害怕睡眠不足吗 不害怕 你想要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想要住到好房子里头去 舒服 但是我又买不起 这个痛苦还有吗 没有 我是无形 我也不用睡觉 对吧 如果没有身体 就没有大的灾祸 各种担忧都没有了 所以所有的祸患的根源 是身体 得出这个之后很可怕 接下来推理才可怕 后面说了一句话 我所以有大患者 所以什么什么的原因 就是我有大患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我有身体 如果我没有身体 我有什么灾祸 我有什么祸患 不用说了 接下去我要讲宗教了 这句话对普通人没啥作用 对宗教才有意义 对吧 咱普通人不就是 我觉得身体是个问题 张老师就觉得我的很多痛苦 来确实是身体 生病是身体 我想吃好吃的 但是又怕长胖也是身体 而且身体是代表一种欲望 所以我以前讲过 舒本华的著名的比喻 钟摆比喻 我觉得太有道理了 就是我们的大脑会产生很多欲望 产生欲望之后像钟摆一样 往左边摆 欲望 我欲望是不是要去实现 比如说我要吃鱼 产生欲望 吃鱼了 吃鱼之后啊 这个欲望就慢慢解除了 内心平和 但就平和了一秒钟 就产生了无聊 那我下一顿吃什么呢 或者我再吃下去不舒服了 变成无聊 无聊之后怎么办 人会产生下一个欲望 痛哭 痛哭完实现了之后 变成无聊 人像钟摆一样 摆到死为止 所以舒本华很可怕的一个哲学 但确实是这个样子 那如何摆脱呢 接下来啊 再把钱钟书先生搬出来 钱钟书这个书叫管追 我今天没扛来啊 管追编五本扛不来 这个管追编真的太好了 高中的说句粗话 装逼神器 怎么个神器呢 高中不是要引用素材吗 然后你引用的特别俗 容易被老师歧视 有的时候编一个名人 乱编一句名句吧 这老师一看就不是什么名句 容易被老师识别被歧视 我那个时候是看管追编 操 就这个管追编啊 你知道有多可怕 你看过去就是密密麻麻的书名号 涉及五六种外语 然后呢 五六种外语也翻成了文言文 繁体字的 一般学生就看不了 它是繁体字的 文言文的 所以大部分学生看不了 我能看得了 那就我就 是吧 就竞争胜出嘛 看完就操 而且他一定会著名出处的 哪篇文章的哪哪个地方啊 就会写什么 写得非常清楚 书名号带书名号 就五本书啊 引用了多少呢 两万多本 假如一本书 平均字数是五个字的话 十万字的书名号 书名号那也就是十万字 你想象一下这种引用的可怕之处 然后当然超啊 考试的时候 班上十句 老师就汗都下来了 因为没有一句我见过 然后老师也看不咋懂 是吧 就给你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所以高中的时候 就拿这个管队编 骗吃骗喝 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说完了 一般人知道的 钱宗书都知道 他的那个围城 是吧 写在人生编上 就这种书 这种不是他的代表作 他代表作是管队编和谭音录 那才是核心的学术书呢 对吧 好 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管队编里 其中有一个地方 是讲老子的王毕主的 其中第七条 是探讨了身体和灵魂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 身体是七情六欲的载体 如何对待身体 就是如何对待咱们的七情六欲 老子是主张无顺的 对吧 但是对这句话有好多种解读 总共有三种态度 你听好啊 第一种态度 症结 既然身体欲望是痛苦来源 所以我们要克制身体欲望 身体欲望越控制的越好 或祸患越少 比如说杂七杂八东西少吃 你的肠胃就好 健康 这是肯定的嘛 三高都没有 代表的 比如说宗教中的苦行 我前面讲过的 比如说弗兰克林自传里 讲过一个修女 她一天只留一点点钱来 住粥和 吃点咸菜 剩下的钱全部捐给穷人了 就是善良到这个程度 然后弗兰克林自传里头写了这个故事的 然后外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认为身体是培养道德的一种障碍 所以必须克制身体的欲望 道德才会好 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之处的 假如你身体的这种各种享受都贪图的话 这个道德上是有点危险性的 比如说你今天车姐都不好 一定要买跑车 买跑车要买十二缸的 对吧 然后你要去跟人飙车 你肯定马上就出现道德的一些逾越社会规则的事情了 因为欲望很多 是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他说身体像置雇 像牢笼 所以情欲这个东西一定要摆脱 然后才能人彻底解脱 所谓的五色令人目莽 其实就是这种主张 然后道教中就引出了一个做法 绝无骨 也就是避骨的做法 避骨很吓人 比如说一个礼拜总共七天 五天吃饭 两天不吃饭 这叫避骨 有人一个礼拜没吃饭 然后医院就会收治他们 医生经常会得到那些避骨而失败的那些 笨蛋 这真的 你去看网上 就是避骨失败的人特别多 像我一天都坚持不了 然后呢 披育经中啊 还有一个故事 说一个人死了 灵魂就飘出了躯体 然后就拿一鞭子 敲打自己的尸体 啪啪打他 然后说了四个字 此时困我 就这尸体困住了我的灵魂 我死后抽打他 这是披育经佛经中的一个故事啊 然后古希腊的德莫克利特 把眼睛挖掉了 这更可怕 眼睛老要看美女什么 从此再也没有美了 把眼睛挖掉 对吧 盲于目 树得 不盲于心 这是钱中书原文 他说眼睛瞎了 这个心就不瞎了 眼睛亮了 心就瞎了 就多吓人的一种学问 对吧 把这个眼珠挖了 然后 张文江的管追编解读 管追编很难懂 我又看了个张文江老师 对管追编的解读这本书 里头又举了一个补充的例子 说这个小说中 不是讲过那个活死人物吗 其实这事是真的 北宗出祖 王重阳 道教 字号活死人 他的外号就叫活死人了 并且住在学墓居中 他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学墓居 就是往下挖一个地洞 一个墓里 他就住在这个墓里 他的号就是活死人 很吓人是吧 但是这个其实是古人 对这个身体阻碍灵魂解放 一种思考 对吧 还有一些人更可怕 对吧 就是比如说像岳不群一样 自攻的人 不是 所以有人为了登天而自攻 为了登天升天堂啊 把自己自攻了 那这个记载在哪里呢 在圣经的新约全书中有记载 可怕吧 这是第一排 就是要限制欲望 但是限制多了就变成那个样子了 有点恐怖了 第二种是逆着解 刚才正解 逆解 什么叫逆解呢 身体是不是一切灾祸的来源 那我就好好保护身体啊 身体舒服了 灾祸不就没了吗 你说老子的话还能这么读 是吧 就是这同样一句话 两种完全相反的主张都能读出来 真是很神奇啊 比如说庄子主张什么 养生啊 所以庄子那篇第三篇养生主 就是要养生嘛 然后这个道教 就发明了很多什么炼气呀 炼丹呀 羽化呀 各种方法 以求养生 保养其精气神 从而灭除老病死 但是这个想瞎了眼睛了 对吧 唐朝吃丹药而死的皇帝 皇帝啊 共有五位 前仆后继磕药 磕死了 就这特别多 但是他很奇葩 你说前一个皇帝因为磕药磕死了 后一个皇帝是不是应该吸取教训呢 后一个皇帝吸取的教训是 前面磕药磕的不够多 还有不够及时 所以死了 我得磕得快一些 是吧 那么死得更快 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 道教我们也知道 他拉了老子 撞到门面 就是老子这个是 诸子百家 他不属于道教吗 他们把他拉来了 然后发现老子的学说和这道教的思想 有点格格不入 其实老子思想读着读着吧 就觉得跟道教不一样 所以北魏的崔浩啊 他喜欢道教 却特别讨厌老子和庄子 有这么一些道士 就喜欢道教 讨厌老子和庄子 然后呢 魏书崔浩传里头记载啊 崔浩读老庄 每次不过数十行 就是每次读老庄 读几十行就读不下去了 然后把书扔下 说词 角屋之说 不尽人情 必非老子所做 就是这个胡说八道 肯定不是老子写的 非常可爱的一个道士 对吧 说明道士的这个养生 来最后语化登仙呢 既本于老子 又不本于老子 但是这样一个 但是肯定是有一个这个派别的 就是你看所有道教都是追求长生 至少要尽上天给我寿命的这个原则 这是道教 对吧 第二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 就辩证看问题 怎么叫辩证看问题呢 认为有身也不足以为患 真正的祸患不是身体 是心 所以身体这个事可以把它先拿开 其实把内心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这个问题也能解决 这是一个调和论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咱们都会说的一句话 叫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那酒肉确实吃下去 这确实身体吧 但是跟心灵修药没有关系 佛祖心中留 听的境界是不是很高啊 就是鲁之身 喝酒吃肉杀人 最后不是成佛了吗 是吧 武松杀这么多人 还不是好行者吗 最后还不是出家了吗 没影响 再讲一个故事 冯梦龙的《古今坛盖》里讲一故事 讲宋朝朱熹先生的两个老师 也就是二成 一个成一 一个成浩 并成二成啊 这个二成的大哥成浩 和这个弟弟陈一 俩人啊 去吃饭 结果请客的那儿 特别不靠谱 还搞了几个妓女做陪 这俩人是古代道学先生 就特别有道德 写文章都写的是道德的东西 你现在让两个妓女陪着 这个说出去 是不是被人戳几两股骂呀 就就等于说 这个人已经得了感动中国什么什么人物 最后发现这人天天嫖娼 这不合适啊 所以这俩人就 当然这个这个弟弟就非常生气 扶一而起 是吧 然后呢 但是那个哥哥呢 喝着酒 吃着饭 是吧 妓女一倒酒 很爽的回家了 第二天啊 这个弟弟还憋着一肚子气 找这哥哥 说你这太高普了 对吧 就是他这个愤怒到第二天还没有解决 然后这哥哥跟他说了 哎呀 弟弟啊 昨日坐中有记 无心中却无记 今日斋中无记 如心中却有记 啥意思 昨天这个座位中确实有个妓女 但是我心里没有记 我没有说这个隐喻控制 心中没有记 今天咱书斋中没记 但是你心中有记 这个弟弟说 大哥 我确实不如你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内心解脱 身体不是个问题 但你知道钱中书先生是很搞笑的 他最喜欢找茬 我们讲过 钱中书说了 说这种观点 要么是真明示 要么自欺欺人 而且自欺欺人的可能性大一些 你都跟妓女在一起 是吧 喝着酒 你抱一抱 你说我心中没有妓女 那什么事都可以做了 你都可以说 我做一切非法或者不道德的事 我心中很有道德 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 自欺欺人 所以钱中书把他们戳破了 对吧 这帮虚假的人 就这个样子 这个小故事 那么第二层我就讲完了 就是关于面对身体 这是这一章的第二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 若何托天下 这句话呢 我的同事帮我统计了一下 共有十一个版本 就这一句话 有十一种版本 不同写法 你说我该怎么办 那只能讲个最简单的吧 大家先入入门 这个翻译是这样的 我直接把翻译给出来了 愿意用生命 以为天下人 就是把自己生命献出来 来为天下的人做事 能如此者 才可以天下事 寄予他 这个人才配得上 把全天下寄托给他 让他来当统治者 乐献其生命 以为天下人 能如此者 才可以天下事 托付他 这有点像 非以其无私也 故能成其私 这个意思 这种解法 只是其中一种解法 我讲的最简单一点 那么这个道理 我就不隐身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 已经很多了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那个天长地久那一章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一个合起来 你去看一看 他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是吧 宠辱问题 和身体欲望问题 还有最后的时候 只有无私的人 才能实现自己的私心 才能成为统治者的问题 那些自己私欲很多的人 是成不了高级的统治者 三方面的问题 好 第十三章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就讲完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域学堂 我们今天讲道德经的第十九章 我先念一下原文 绝智弃变 民力百倍 绝尾弃诈 民富孝词 绝巧弃力 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故另有所属 见素报谱 少思寡欲 绝学无忧 那么这一章也是有少量的版本问题 我就按我自己教材上的版本 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这一章可能是 《道德经》八十一章中 最有愤清气质的一章 很多人觉得 这里头 他没有一条能接受的 比如说第一条 觉智弃变 觉就是放弃 彻底的断绝 要断绝什么 断绝智慧 我们就回到非常傻的状态去 要觉智 什么叫气变呢 变是辩论 说白了就各种认知 各种学说 全部都要放弃掉 这叫觉智气变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课程 所有的图书 所有的人类文明知识 可以全部灭绝 那你能接受吗 那肯定接受不了 但是老子说了 民力百倍 如果这么做 老百姓得到百倍的利益 那什么利益呢 再先不说 下一句说啊 绝尾气炸 那这有另一个版本啊 我感觉这个版本 我需要念一下 还有个版本是 绝人弃义 民夫萧辞 那么这两者啥区别 你感觉一下 绝人弃义就是放弃道德 我们知道古代道德最核心 是人和义嘛 他说把道德的人和义 全部放弃 你听这个是吧 腾的气不大一处来 放弃核心价值观 什么自由民主博爱 通通滚蛋 这是什么主张 这无论如何行不通啊 那么另一个版本说是 绝尾气炸 这在心态平和一点 什么叫绝尾气炸 就是要断绝虚伪 放弃奸诈 这一听 这个能接受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我觉得啊 版本可能绝人弃义的版本 要更早一些 估计老子就是写的让你恐怖 就专门写一个让你接受不了的 就说一句啊 普通人不敢接受 好出名嘛 是吧 这种都是奇谈怪论 但是这个奇谈怪论估计啊 当时很多人就接受不了 然后接受不了之后 他就改改成能接受的 拥护老子的人嘛 所以改成了绝尾气炸 其实我告诉大家 一回事 绝人弃义和绝尾气炸 是一个意思 啥意思呢 很简单啊 所谓的人意啊 那不就是道德吗 我说道德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就是促进虚伪 而且你稍微脑子过一下啊 我相信很多同学完全没想过这个事 道德是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的 那再举个例子吧 你要爱国 你觉得对吗 那肯定是对的呀 废话 谁说不爱国家 就想说不孝顺父母 对吗 肯定不对呀 那不孝顺父母 因为父母是生你养你 那国家也是 所以你要爱国 也要爱这个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们觉得这个道德 肯定是不能放弃的 但我问你了 假如这个爸爸从小虐待你呢 有这种情况吗 有 假如有一个活在国家之中 国家给他造成很大灾难 比如说给他造成一个冤狱 在监狱中待了二十多年 所有的人生 所有的精彩都没了 各种屈辱 那不过我心里是什么情况 我是爱国 没有问题 所以你知道 现实中爱和不爱 是人的心理状态 很难决定的 但是如果你要求他成为所有人的价值观 一定是强制性的 有些分裂国家的人把他抓起来 对吧 背叛国家 判国队 但问题来了 很多人是因为害怕 不敢说 事实上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那肯定有这么少数人 虚伪就产生了 就像我简单的来说 我说我是一个老师 一个妈妈对我的教学很有意见 但是她很难抱怨 为啥很难抱怨 因为我要教她孩子三年 我是她班主任 她怎么抱怨 她要敢抱怨 是吧 我就敢给这个孩子小鞋穿 她敢吗 她不敢 所以心里一肚子火 别的说 张老师 你真好 你看这听着病病有力 确实很养道德 但是有虚伪的成分 而且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情事故 都是有虚伪的成分 那这么一来 你就理解了 所谓的决人弃义和决尾弃诈 其实是一回事 我们老子发现 推行价值观 有一个强大的副作用 就是产生虚伪 最后说 如果我们去掉了这种核心价值观 我问了 假如她说 假如我们不推行二国主义教育 老子说 没事 你放心 不会从中国出现好多恨国党的 大家依然会爱国 因为大部分人肯定会爱自己的家 是一个道理的 你说我们再也不讲就孝顺了 世界上养育父母 好好孝顺爸爸妈妈的 依然是绝大多数 而这种爱 真实无比 敏副孝辞 大家懂了吗 你不要主张老百姓真实的爱 你要一旦主张 一旦强力推行 各种虚伪 这个听着 虽然极端 但是发人深情 这是第二句 还有第三句 绝巧气力 什么叫巧 所有巧妙的发明 我在大学期间 做过别人的一个助理 是一个加拿大研究晚清经济的博士 留学中国 然后我就为了打工 是吧 挣点零花钱 就跟着他 帮他 我的主要工作 就是看那个缩微胶卷 就是以前的早期报纸 被扫描 在国土里 看那个机器去扫着 摇着看 然后觉得他重要 把它抄下来 或者复印下来 然后呢 因为没有标点 再加上标点 他还看不懂的时候 加上点英文 自己也查一下 然后放上英文 然后他拿这个资料去写 晚清经济史的资料 然后我当时看到过一个东西 就是有关火车 就是专门一讲 是研究中国的交通的进步 然后交通核心 当然是火车 英国不是一直想推行 中国的这个火车吗 然后英国人发现啊 这中国人不接受 这些所谓巧的东西 一切创造分明 他觉得像妖怪一样 很可怕 所以英国人专门在 宣武门外 北京宣武门外 搞了一个一又四分之一 英里长的这个火车道 就一公里多 然后呢 一个火车头啊 就一个火车头 然后不停的在那 来来去去的开 就一个人看 你看我们英国的发明多好 多么巧妙 但是发出巨大的声音嘛 因为燃料烧出来 就还有很多烟 然后部军衙门就派兵出动了 这个东西为啥 很不稳定 怎么不稳定呢 老百姓都围起来看了 这很容易暴乱的 是吧 而且你们这个东西 这么就能开 这不是什么常人 也不用喂草 对吧 这不合适 就把这一又四分之一英里的这个火车道给拆了 这是中国第一段铁路 我看完那故事就觉得非常搞笑 所以说我们老子的这个思想也要背一部分锅 背啥锅呢 中国科技为啥起不来 因为我们传统有一种思想 就是如果你耕地耕得快一点 他觉得这叫勤劳 这叫聪明 但是你要是搞一个创造发明 不用人去耕 就他就耕好了 这叫巧 这不合适 这个玩意是一个外力邪术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实用性技术都是还可以的 像农业技术之类的 像什么水利灌溉啊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要变成机械工业 中国自古价值观接受不了 所以老子说了 绝巧弃力 大家理解 放弃力 放弃追军逐力 也要放弃各种巧妙的发明 各种知巧 你不要去搞 全部放弃之后 有个好处 你看啊 家里的电饭锅没了 是吧 因为那是创造发明 是吧 你们家的保险柜也没了 是吧 你们家的各种东西全没了 你们家的变成家图四壁 是吧 你们家的家具一个做不出来 因为没有那工具 然后有个好结果 因为你们家穷的实在太穷了 所以盗贼无有 那的确盗贼无有 那什么可偷的都没有了 所以三句话合起来 绝智弃变 绝尾弃诈 或决人弃义 最后一个是绝巧弃力 说来说去 就是老子的那个主张 回到远古时期 既没有仁义道德 没有价值观 也没有所谓的叛国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物质条件也很差的时候 他认为那个时代是最幸福的 是最符合人的本心 每一个人像羚羊一样自由 那的确我们确实是光着屁股满地跑的 是吧 很自由的一个状态 那这种主张呢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不延伸 对吧 讲一个卢梭的例子吧 卢梭曾经写过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一篇文章 然后卢梭就认为 人类原来的就是什么都很好 自然状态 然后慢慢慢慢就产生了不平等 产生剥削 产生奴隶制 所以卢梭认为 我们这个社会发展了 表面是发展了 实际是不断退后的 我们要回到以前是比较好 卢梭是自由平等 不爱这个法国精神的鼻祖 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思想 但他主张跟老子差不多 就是恢复以前 他认为创造分明越多 人类发展越先进 我们的道德越沦散 他就这么观念 当时他有一个敌人 福尔泰 福尔泰是当时法国的 可以说是顶梁柱吧 那个时候 然后福尔泰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说福尔泰有一个写作的习惯 就是每一篇文章 后面都是落款是财死败类 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他是非常敌视那些愚蠢的 或者黑暗的社会现实 还有一些可能他看不上的人吧 所以都写上四个字财死败类 他不管给谁写信都这个样子 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 他看到卢梭的这个主张 有过一个评论 我读一下原文 他说 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 这是第一句话 我收到你反人类新书了 谢谢你 表示感谢 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 运用了这般聪明灵巧 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这啥意思 你的计划是让人类愚蠢 但是这个计划是多么聪明 花了多少聪明材质在上面 这非常非常的荒谬 对吧 然后最后说 读尊著 读了您的伟大的作品 人一心向往四脚走路 咱们最好回到大行星时代 那比较靠谱 那这福尔泰是个尖锐的批评 其实他的批评很简单 你不要美化以前 而且最重要的一条 以前美还是不美都不重要 咱回不去了 你卢梭愿意趴在地上爬吗 你愿意上树吗 你不愿意 那就不要说这废话了 所以福尔泰这个人说话 很尖锐又很优务 非常有意思 对吧 你的反人类的心书 你感觉一下这个评价 对吧 好 我们继续讲这个后面 他说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就是这三者啊 是文士 那那三者呢 就是前面罗列的那六个字嘛 就是质变 伪诈和巧利 就是这三样东西 对吧 就是合并起来 是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是人类的文士 它是不足以治理天下的 不足以治理天下 所以一定要让人们有所归属 故令有所属 那么归属于什么呢 核心是四个字 见素抱朴 什么叫见呢 推崇 推崇 那么什么叫见素呢 就是推崇朴素状态 后面抱抱拥抱坚守坚持 朴呢 朴素 简单来说就是要拥抱 我们要坚持 要推崇以前的朴素状态 核心四个字 说我不是要觉这些东西 其实就像让你们回到以前的出场设计状态 四脚走路状态 就这么简单 当然后面这个版本八个字再说一下 少思寡欲 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普遍的没有各种欲望 内心平静 然后绝学无忧 这四个字 学生听到这 是吧 一激烈 绝学无忧 就是如果不学习就没有任何忧愁 那确实 如果我们学校制度取消过去 家庭会非常和谐 再也不会鸡飞狗挑 绝学无忧 好 整个文章 我就翻译完了 也稍微的串讲了一下 当然刚才已经留下一个巨大问题了 既然再回不去还读啥 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到那里 这是不是个别人能决定的 但是人类发展规律只会越来越复杂的 而且这里头有一句话很难理解 叫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我刚才呼呼悠悠的讲了一下 接着我重点讲一讲 这三者以为文 那啥是文呢 简单翻译就是文士 当然等于没反应 啥叫文士呢 说来话长了 举个不靠谱的例子 假如你喜欢张老师 你内心对张老师的感情如滔滔的江水连绵不绝 然后你在端午节给我送来了一盒粽子 而且特别注重言辞 说张老师您辛苦了 我深受您的影响 给您送撒粽子吃 那我当然是非常高兴 而且我觉得你很有礼貌 你看我不要你送很贵重的 送三个这个粽子 也不值钱 但是这个代表了一种礼节制度 对吧 是你对我的肯定 所以我是很高兴的 所以我认为教师节是应该给老师送礼物的 对吧 怎么能不送呢 但是一不能送钱 二不能送卡 三不能送贵重东西 你可以送个十块钱左右的东西给老师 这是可以的 我认为很需要表达对老师的尊重 那么这种东西叫什么呢 就叫文 那什么叫质呢 就是你内心如滔滔江水的这个情感 这个是质 就是本质 有了本质之后 你再加上文的这些媒介 这个事就处理得很好吧 因为你对老师有认可 所以送了一个粽子 并且说了一番好话 好话和粽子是文事 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工具 但是本质是什么 是我内心对这个老师的认可 那这样合起来叫什么呢 其实就是四个字 文质彬彬 我们我们论语说了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大家懂了吗 意思就是一 你真要有真情实感 不能虚情假意 有了真情实感 你再去做人类的各种礼节 你会发现很得体 是吧 比如说我收到你的粽子 给你编了一条微信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同学还记得我呢 对吧 那老夫表示对你的认可 就发一个微信 告诉你啊 谢谢同学 那这是一个礼貌吧 我收到东西 给你说一句 这是我的礼貌 是文事 但是有我的基础 就是我的确感到比较感激 那假如说啊 教师节大家都送粽子 有几个家长啊 内心是骂街的 他不喜欢张老师 然后他也送了粽子 那叫什么 那就叫虚伪了 只有文事 而没有文质彬彬的那个质没了 变成虚情假意了 所以我们社会中有很多所谓情商很高的人 都出搞关系 其实这种是什么 是 是那种文圣质的状态 没有内心朴素的状态 大家能理解吧 这叫文质彬彬 那如果这个理解就知道老子的主张是啥了 他觉得这个社会文太多了 虚情假意太多了 这个质一定要恢复出来 如果让我在选择文和质之间 我宁愿选择质 但是我觉得孔子的主张可能更靠谱 要文质彬彬 但是老子说 给我误一表情 你说的没有道理 只要有文 一定有虚伪 不可能文质彬彬 文质彬彬只能很少的人能做到 对啊 大部分人都是那种虚伪状态 所以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我选择把所有的文全部取消 恢复人类出场设计 你笑就是因为那些真的高兴了 没有假笑 你孝顺他就是因为 我的确感激这个爸爸 我孝顺他 没有所谓的做给别人看这回事 这是老子的这个书中的主张 那这个主张你一听就知道了 它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了 我说我不可能会到老子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进行修正 这个时候我讲一个文学现象 我发现在文学家手中 他也有这个问题 你想如果用文质彬彬这个思考来对文学的话 你看从小爸爸妈妈都教育我们 或者老师教育我们 写文章应该文采飞扬 要得体 要动情 要好 但是你写那个文章虚情假意 全是各种赞扬 我知道你内心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那你想了 那你追求什么 有些文学家就说了 我不追求你们文章写的好 我要追求的是朴素状态 就是一片真心 至于谴词造句 哪都是次要的事 这种文学主张是很多的 我讲一个代表作 就是相性三级 相性三级 这几年国家好像不号召了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书什么地位呢 你去看 不编本语文教材 七年级要求读相性三级的 但是中考好像没有把它列入必读 中考没考 但是不编本是要求的 高中要求读编程 初中要求读相性三级 都是神从文显的 然后我当时还想开发一个相性三级的课程 一直想开发 然后开发到一半 我后来停止了 没啥停止 因为不好 而且还很尴尬 知道吧 老师讲这个课真的是非常尴尬 我估计都没法顺利播出 为啥呢 里面有特别多粗话 一般人想象中的神从文是什么样的 文质彬彬 对吧 肯定是很儒雅 又很帅 说起话来很柔和 不像我那种风格 都是听完都是一种能安眠的状态的 然后特别喜欢相细的淳朴和善良 眸子就像脆脆的眼睛一样 是不是那是那个样子的 我也读相性三级 好嘛 那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说实在我第一次读都吓着了 我这怎么能让孩子读呢 我估计很多父母读了之后 我估计会跳出来绝对反对 很多父母我都会反对 随便读读 父母没发现问题也就罢了 听过我解读 这些书不能读 举个例子 第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啊 叫一个戴水塔皮帽子的人是吧 那篇文章 这个文章第二段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的这个戴水塔皮帽子 水塔皮就是那个光头墙带的那个帽子 知道吧 东北的那种帽子 他说他有这么一个一个朋友戴这帽子的 他说这个朋友呢 是个爱玩字画 你听是不是很文艺啊 爱玩字画 也爱说野话的人 你这俩配套吗 喜欢字画 很文雅 又喜欢骂街 说野话 然后有一天 他们俩不是去去去那个湘西玩吗 然后这个好朋友就招待沈从文 他们坐在汽车里 跳往平堤远处啊 有一个堤 特别美 屋里头啊 是错落有致的平田 房子 树木 然后全都像服了一层蓝衣 有木 有物吗 啊 就是就是萌萌之中 特别美 一切都是爽心悦目的 然后这个汽车在大地上跑去啊 又非常的平稳 舒服啊 然后这个朋友就有感而发说了一句话 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话 你说学生学习写作文这么写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野杂种的景致 对吧 而这个沈从文不仅不不劝阻一下 同学文明不是这么说 哎 你说对了 他就像画 你告诉我 谁画的 他不仅不劝阻 还挑拨一下啊 朋友 我考考你 是谁画的画呢 眼前这个景色 呀 啊 这个 然后这个朋友说了啊 沈石田这狗养的 强大 强盗一样 好大胆的手笔呀 沈石田就沈州嘛 著名绘画 大师是吧 说沈石田这狗养的画的 然后他还用手笔画了 你看啊这个这个眼前的风景是什么 你看那一笔 这里一扫是吧 然后磨磨蹭蹭 实来下 成了 你看眼前风景 沈州话 然后沈从文故意挑逗啥主 我觉得不是啊 这个因为沈州的风格不符合 他是那种潇洒秀丽中 还有雄魂苍茫气概的 这眼前没有雄魂苍茫感觉 你再说 这刚才说的不对 我认为没有道理 你说这跟一个天天骂街的人 谈论这个 就这么细致的 你一听沈州你都不认识了 他们还在谈 然后这个好朋友说了 看骨子老弟 他说沈从文骨子老弟 骨子老弟就是什么 什么没有阉割的小公牛 就是说这个 就是小牛犊 还没有阉割 还没有什么结婚 就这个意思 骨子老弟啊 你看 这点山头 这点树 那一片林烧 那一抹青雾 美吧 真只有王露台那野狗干的话的出 对吧 因为他自己活到八九十岁 还真像条老狗 好了 这就是沈从文的《相信三纪》 这种粗话到处都是 只不过我看出版了都是打上叉 就是没打上叉 那都是尺度很小的 打上叉 没法脑补 他那种文章 全部都是 里头还有打架 什么嫖娼 什么都有 而且他不就不反对啊 他觉得打架很勇猛 你看啊 这个人把那个人杀死了 多么勇敢 他说这样想呢 你就崩溃了 对吧 这是什么价值观啊 颠覆了我们心中对沈从文的印象 啊 这个书能让初一孩子阅读吗 如何理解沈从文呢 我说你如果读懂了刚才 建树爆谱 你就能理解沈从文 我们刚才讲了 人变得文明的同时变虚伪了 沈从文为喜欢写 为什么喜欢写那是说粗话的 做事喜欢打架的 为什么 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人虽然粗野 活得精彩 活得真实 比你们这帮城市的人强一万倍 其实我记得有个情节是沈从文在船上坐 有个人在路上 在这个岸上就叫他 就是让我们搭一下船 沈从文说我们这个船很小啊 搭不上 你放上去都沉下去了 然后那个人不干 知道吧 在这个岸上骂街 肯定是很难听 然后沈从文说 不要 你不能这个样子 沈从文还害怕 有人劝你不要这个样子 对吧 不要骂街 对吧 你猜这个人怎么样 就是一直顺着这个滴走 一边走一边骂 说你到下一个码头 肯定要停船 我在那砍死你 你想想想 你是去旅游 去外地 要有个人追着这么骂 要拿刀砍你 你还不害怕 是吧 特别害怕 后来跟沈从文一起的 他以前养过的那个虎厨 就是他那个干儿子 是吧 在那个码头上 把人揍了 就找到了那个骂街的人 啊 所以要找到他 然后把他 把他好像胳膊卸了 还是这么的 打了 你说这就是 《湘形散记》里讲的故事 真的 打架什么什么都有 那肯定是我们反对的 一些价值观 对吧 但是沈从文这本书的 用心之良苦 是与我们的老子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并不是太反对 说脏话啊 我有的是上课 这情之所至吧 这瞎说八道也挺多的 但是我想说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自己的一种真实 说明我的文能少了点 但是我质方面不缺 是不是 那与其选择虚伪的人 当然最好是文质彬彬 但我做不到 那我只能选择质多一些 我宁愿真实 我也不愿意做成 非常虚伪的一个人 这是他真实的一种主张 然后你想想 对你来说有没有起发 宁愿粗野一点 也不做虚伪之人 虚伪是人类最可恶的 而不是说你表面上做的怎么样 然后这种 我发现自从我关心这个问题 我就经常在读书中发现 一堆喜欢骂街的人 一堆喜欢骂街的人 真的我可以讲一个小时 今天我时间关系 稍微讲几个人 第一个我很佩服的刘文典 研究庄子最牛的人 他当年校对庄子 是一字之为征集万卷 你知道啥意思吗 就是为一个字的版本 看一万卷书 在北京白云馆里待人 校对完庄子 神经衰弱 大半年不能康复 他孩子刷题而死 他孩子读书太认真 刷到半夜刷题而死 是吧 过于认真 你知道这个家族多厉害吧 北大著名教授 陈英确是国学大师 当年看到刘文殿写 庄子的那个书 就说先生之书天下之至甚者也 就是你这个书是全天下最谨慎 但刘文殿最喜欢马杰 而且一上课就马杰 点着烟上课马杰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他是不是写那个淮南字集结 写得特别好吗 结果刚写完 那个杨伯俊的书夫就是杨树达 我们知道《轮椅易柱》的作者是杨伯俊 他的书夫叫杨树达 杨树达给他摘出了几十个错误 发表在北京大学的学报上 这书虽然很谨慎 各种错误 还撸裂了 有一天杨树达在北大里逛 然后我们的刘文殿就把他拦住了 但说的话是这么说的 禁读学报大株 实属钦佩之志 不佩服者王八蛋也 就是你虽然批评我服了 牛人 你还能找到我的缺陷 所以我如果不佩服你是王八蛋 你看两个教授之间对话是这个样子对的 这不是刘文殿吗 非常厉害 是吧 还有一个作家 贾平蛙 我们知道西北有三个伟大的作家 一个是陈忠实 一个是贾平蛙 一个是陆瑶 如果让我排顺序 肯定是陈忠实老大 贾平蛙老二 陆瑶 只能居老三 就是评判世界这个作家 然后这个贾平蛙 随便去找 全是粗话 这个例子 里头有篇文 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我是农民 乡下五年记忆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会打得他趴在地上 扳了他的一嘴牙 让他的嘴变成屁眼 你说这是什么话 但是这是 这个贾平蛙鞋 特别粗野 是吧 不是这么缺德的话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 是吧 然后我还看到 鲁迅有个好朋友 叫钱玄彤 钱玄彤是谁 钱三强他父亲 厉害吧 钱玄彤同学 在日记里能统计出几十个王八蛋 比如1908年9月27日的日记 他是这么说的 今日见法部主事江某奏请废汉字 用通字云 这啥意思 就废除繁体字 要减体字 然后搞了一堆人来做这个 他说 以今日文学部纷纷调王赵老乃轩 入内你减字后 有此聊出现 和王八蛋之多也 就是说 这王八蛋怎么这么多 就这个意思 你看 这是这样的吧 他有的时候还特别不雅 对吧 使之国粹之万不可存 奋之万不可不屑 哎呀 这是什么意思 奋便必须排泄 你说这太不雅了 是不是特别不雅 所以我就发现 有些人 有很多人是文字明明的 写文章从来不说不雅的东西 修养非常好 但是也有一批人 像类似于墨炎 我喜欢的金圣泰 我昨天开始在读金圣泰 准备花个半个月读一读金圣泰 我那么喜欢 居然没做过金圣泰的笔记 所以我想系统的做一下金圣泰笔记 结果我昨天一天就读了他的序言 一篇序言 接一篇序言 接一篇序言 好多个序言 然后终于把它搞清楚一层逻辑 那真的发人深省 我一做笔记才知道这人太牛了 然后我随便摘几个名句给你们欣赏一下 你知道这种人 他是怎样的一种粗叶风格 第一句话 特别妙 他说有些人把李逵的故事单独弄出来 弄了个寿张文集 他非常生气 然后他说 可谓咬人使诀 不是好狗 就是咬人的脚屎棍 这么擦屎的棍子 不是好狗 你说这是典雅的语言吗 是吧 还说过这个 自古淫妇 如无印版偷汉法 偷而无印版作贼法 才子亦无印版作文字法也 是啥意思 说偷情啊 不是一听就非常崩溃 对吧 出轨啊 没有固定规律的 各有各的出轨方法 你能接受吗 下一句说 偷东西 也没有固定的偷窃方法 是不具一格的 同样的道理 才子写文章 也是不具一格的 你把偷情和偷东西 跟那个才子创作文章 搁在一处 你是什么意思 坚生他就这么写 所以读起来 你就是只能拍案叫绝 我们脑子中 因为已经被文明化了 我从小受的教育 根本就不允许我这么想 我能不能写出一个句子 也是这么粗眼的 我写不出来 是吧 文思如尿崩 我与文思如尿崩 谁与我争锋 你来一句 你来不了啊 你脑子里没有这根弦了 已经是被驯化文明了 对吧 好 扯了很多 回到老子 前面的这三个偏见的主张 你们感受一下 绝智气变 绝尾气炸 和绝巧气力 你想一下 我认为啊 依然可以是我们的人生准则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条 我刚才讲了 要么与真君子结交 否则宁愿跟这些狂卷之事 宁愿是真实一点 哪怕说粗话 跟他们交往 更靠谱一点 好了 这是这一讲给我的启发 谢谢大家